广东南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位于广东省韶关市 这里森林覆盖率达98%以上 是粤港澳大湾区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 也是广东省生物资源最丰富的自然保护区 和最大的生物物种基因库 95后青年张崇万和搭档周志鹏 每天就穿行在这片广袤的森林里 他们俩既是护林员 也是红外相机技术员 还是时时机技的动物侦探 河道边不起眼的一处沙堆上 有动物脚印出现 而不远处的一小块粪便 则是可以用来初步判断 是何种动物出没的关键证据 二位侦探围着他讨论了很久 有趣的是 在另一处的树干上 他们也发现了一个新鲜的案发现场 这里里面可能有那些虫啊 在里面住在这里吃在这里繁殖 但是这里有些动物 它们会刨开这些木在里面捉这些虫食 有些杂质性的动物 因为我们选这个放这个红外的地方 我们就经过看了一下 这里有那个动物的那个通道 他们就是有很大的几率他会从这里经过 然后我们就可以拍到看一下这些到底是什么动物能从这里经过 跟随他们的脚步上山下河 外人眼里无差别的植物和地貌 在两位青年人的眼里都有微妙而明确的差别 他们既能明辨各种蛛丝马迹 也会利用科学技术守株待兔 其实这个红外的这个概率还是比难的 我们自己去放了三个月去收 一个什么东西都没有 有时就是一些风吹落叶的那些 上个月吧 就上个月我们去布控了一台 就是去看了一下 然后看一下拍到有东西 就看到几只白鞋嘛 就心情很激动 就是第一次拍到拍到东西 就是很有那种成就感那种 在过去的数年时间 红外相机在南陵里拍到了 多种多样的国家级保护动物 这些画面也正是这个粤港澳大湾区 生态安全屏障健康发展的最佳佐证 而周志鹏还利用业余时间 自己拿着相机 两年时间里就拍到了113种鸟类 我爷爷那一辈呢 就是以前是法木嘛 然后到后面了 父亲那一辈就开始种植 种这些沙漠啊 这片沙漠都是他们以前种 然后到我们这边就护林了 就开始慢慢地看着这些树长大 就很有那种保护他的那种欲望 从伐木到植树 再到护林 张崇万和周志鹏的家族 用三代人的足迹 参与着这片连绵山巒的历史发展 也展示着正在变化中的人与自然的关系 我从小在山里头长大 我也是很向往城市里的生活 我也出去了几年 看过了那些高楼大厦 然后当我又过年的时间回到这边 往山里面一走的时候 真的就被这一片环境给牢牢地抓住了 小时候怎么都没有发现有那么好的地方 就像我们标语说的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我明明有着这么大一座宝库 还希望 还总想着往外面去找 这才是我应该守护的地方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